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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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 男嘉宾 男嘉宾 女嘉宾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ma ba的 周亦铭 大家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哦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 Austin High International and Private School 阿斯泰國際學校 現在是的 我們馬上邀請阿斯泰 Friven & International School執行董事 拿到張瑞然前探地 我們今天的唱片是只有說GSE的 謝謝 再來還有一個 我們今天的靈魂人物稅務專家 鍾慧發博士 謝謝鍾慧師 因為呢 他在消費水平等的時候 給了大家很多很多寶貴的意見 那在上個星期呢 他就在吉隆坡馬化三處理堂 競爭一個超大的長座 那現在呢 就來到了南馬 接下來 後個星期又要去到北馬了 所以一年贊成非常的辛苦有中國士 接下來當然呢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鍾慧發博士了 這麼GSE的容易坐牢 做商家的很容易坐牢 是因為 價格8萬交費稅 價格8萬交費稅 就表示6%是屬於政府的對不對 如果你收不到屬於政府的錢 你沒有給 大概就是4C 4C 就立刻做 你看你做生意啊 你買的東西 你可以call GST 你賣的時候 有收updex 所以你就給他的差額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GST是這樣的 對商家來講是特別好的 因為你買的東西可以call 你賣的時候 所以你講對不對 打工的不好 打工買的46 賣 沒有東西賣嘛 所以打工就是不太費用 所以打工的成本能提高 所以老闆應該起你6% 第一 input tax can claim到30塊 不代表 simplified tax invoice 可以出到530塊 simplified tax invoice可以出到3千塊 因爲不可能給了4C 你明白嗎 Deposit有GST 現在人家給Deposit買東西的時候 人家給Deposit 你說那些Depoist Balance Depoist 1千塊 因爲一定要做Depoist 說兩次不然 因爲Depoist現在有GST 然後Depoist現在有GST 如果Depoist是refundable Depoist是refundable 就有GST咯 如果人家給18%有GST 看到嗎 如果人家給18%有GST 如果是那種Depoist Depoist Depoist是refundable Depoist Depoist 全部代碼都要付起來 Exca Teamsubline Megang 全部都要付 全部的 全部的account home 都有代碼 我問一下 我從外國進口 貨物進來買下 外的 我的服客 通常有這超500塊 Depoist 如果我給人家的禮物 超過500塊 都要Depoist 如果你import東西 不管你import多少東西 你在關工就要Depoist 你就Clare Depoist 然後你就賣給別人 要不要出GST咯 就看你賣的營業額 有沒有超過50萬 如果他是partnership 或現在他是兩三個人 share一個property 那麼其中一個owner的自己的property 有沒有受影響 partnership是一個GST entity OK 如果有人用partnership 來買這個property property 這樣 這個partnership是不是GST 如果他是GST ent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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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roperty 就有GST 外國買幫忙 新的 你去買一個 來超過一個 Personal transaction 請會買一個公民GST 就算超過500塊 有一個GST 你帶兩個 就有GST 滿不錯啊 就很 很多資訊 就是因為之前沒有上過任何講座 所以今天再更了解多一點 Doctor講的是很好啦 比較生活化 比較簡單也明了 不講得很清楚 而且很生動啦 其實講真的不會沉悶啦 我是預算了會沉悶 結果不會 就大體上知道 個人消費者和公司 GST方面的問題 謝謝 謝謝